在車往奔喜湖的路上的中間的平台 已經起到快紅掉了 明天在36彎在Strava上有非常多的路徑 那本人挑的就是最長最高的這一段叫做大平路東門將軍廟到旺風亭 所以呢那有些路算是從第一個彎到36彎 那我們今天給大家一次滿足 好的那我們看一下這一段的路線 那它的總距離是11.85公里平均坡度有6% 平均坡度有6% 那最高海拔跟最低海拔之間的落差呢就是在700多公尺 也就是它爬升大概有700多公尺 屬於一級坡一級坡的強度 那以這個平均坡度跟這個距離來看大概是騎了大概三趟中射路吧 大家可以這樣去想像它 好接下來透過Google Earth這個3D動態圖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眉山36彎的坡度 那首先呢這個黃色的部分呢 大概是6%左右的一個平均坡度值 那大於黃色呢像橘色紅色呢就是會比較偏向陡坡 大概8%10%左右 那綠色的部分大概就是低於這個6%大概是4%左右的一個爬升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Google Earth上面來很明顯可以看到 眉山36彎呢它是一路緩上的一個走勢 那它沒有什麼下坡 所以是可以一路一直衝的一個地形 好我們從Google Earth可以看到就是說 從第一個彎過後呢只有一個這個平緩坡的一個部分 那後面從第二彎過後開始的彎幾乎都是爬升的一個走勢 那平均坡度也都是在6%到10%之間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顏色分布的還蠻均勻的 大家平均都是6%一直沿路向上盤升 那偶爾會在幾個彎的部分會去遇到這個橘色的一個部分 就是屬於陡坡的部分 那最精彩的部分呢就是在過了36彎之後到這個望風景這一段 會有一個大概9到11%之間的一個陡坡 這一段是比較連續的 那如果你的計時點呢只設定在眉山36彎的第一彎到36彎的話 那就不會經過這一段 所以基本上這是一段緩上很好練車的一個地形 你要慢慢騎也可以 你要全力衝刺也可以 那你就可以邊騎邊拍照 邊欣賞嘉義市的茶園風光還有市區的美景 以上就是眉山36彎的路線分析 那至於詳細的這個旅程 請大家訂閱關注本頻道喔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